鹽分很高呢 嚴格來說你製造商 應該想辦法再把它做成香腸的時候 把那個鹽分先去掉了再拿來用 但是絕大多數 它反正我有鹽分在裡面 我可以增加保存的這個期限 它就不拿掉了 不拿掉的時候呢 我們吃進去的時候 那個鹽分就變成非常高 所以我們要先幫香腸脫衣服 對 香腸脫衣服就沒感覺了 對啊 不過這個加鹽巴 防止蚊蟲來釘咬 這個還是光明世界的事情 這個黑暗世界的事情 就不是這樣做的了 像金華火腿因為沒有一個墨 對 所以發現金華火腿 晒在那邊很香 蒼蠅就跑過去那邊生蛋 它給它下蛋 所以你拿去切的時候 一小就切了一個蛆出來 那就被人家克樹 最簡單的方法他們發現 在大陸杭州就爆發這樣的案子 他們成批的把所有做好的 金華火腿要烘乾之前 要瘋乾之前 它把它泡到農藥裡面去 天啊 再拿起來 農藥裡面泡起來 那個蒼蠅第一個 聞到味道不敢過來 真的下蛋也不會孵出來 這個是誰來異想天開 用農藥去泡呢 為了趕蒼蠅 讓我們吃農藥 天啊 真的是有天分 即使它沒有泡都已經很危險 現在才泡下去真的不得了 而且之前還有新聞說 有一些那種加工肉品 因為反正我們也看不出來裡面 是什麼什麼東西 所以裡面就會出現什麼 這件事甚至之前在外國 鬧得非常大 不過其實在台灣 我記得早年也傳出過說 什麼肉 它那時候就是說 幾種問題肉 還有狗肉 以前常見的問題肉是第一個 是說有沒有可能 它的加工肉品的肉源 是那種所謂的 因為早年你知道嗎 我們在追蹤那個 我講一個笑話好了 當年是這樣說 有一隻豬在它豬場死掉了 這時候的農委會的人就來說 你這個管理的問題 這個豬趕快拿走 不拿走我開法 然後於是乎豬農 就頓頓頓頓 把這些豬抬出去 所以說怎麼辦了 那丟到河裡好不好 就丟到河裡 丟到河裡的話就說 你亂丟這個 你再不弄走我開法 環保學的人帶了 他說好不好趕快撈起來 咚咚咚咚 他說怎麼辦 到底丟哪裡 丟市場賣掉反應沒事 天啊 沒有啦 開玩笑說 早年他們對這些必死豬的管理 沒有那麼好 後來就開始開發一套說 你這些死豬 到時候它要去畫製 甚至還有一定的追蹤體系 你多少去 可是還是不時傳出 有這些必死豬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擔心的是說 這個豬肉是哪裡來的 第二個就擔心說 這個肉品是真的是豬嗎 以前就有說有沒有混其他肉 這一次在國外就是傳出 因為大家就是用馬肉來混 有很多是因為 馬肉加進去之後 這就有欺騙的嫌疑 你應該告訴人家 上面要標示有馬肉 對 是什麼樣的肉 不然有人不吃馬 對 誰吃馬肉 沒有 不能說不吃馬肉 日本人稱馬肉為 日本人是吃馬肉的 有吃馬肉是不是 還是生馬肉 有人吃馬肉 對 他們生的都吃 不過問題是 今天吃這個馬肉的問題是這樣 你要知道 在國外有賽馬的國家 對 那個賽馬的淘汰率很高 因為它是一個很激烈的運動 所以它的運動傷害很多 運動傷害 它關節壞掉 你怎麼樣 你要給它養老嗎 不會吧 我跟你講 通通把它宰掉 那問題是說 你要知道賽馬為什麼 在劇烈運動之後 它一場一場的比賽 可以下來 我跟你講 你要給它吃什麼東西 打肋骨唇嗎 第一個 雄性的肋骨唇 讓它長肌肉 常用 第二個 它跑完肌肉痠痛 關節痠痛怎麼辦 給它吃止痛藥 跟人一樣 對 跟人一樣 因為它不然會關節痠痛 那又不跑 不跑 你怎麼玩呢 然後還有給它吃什麼 為了怕它生病 因為馬聚在一起 你生病就不能比賽 我給它吃抗生素 所以馬肉裡面最大的風險 就是因為充斥了太多的 從肋骨唇抗生素等等 還有止痛藥 所有的東西都在裡面 所以又吃到肚子裡去 對 不過還好 還好我們台灣馬肉的 比較不會有這樣的問題存在 前不久我們有發生一件事情 那是學生 我們學生在外面 已經畢業學生 他們的這個實驗室檢查出來 然後後來媒體的報導 就是我們所說的 那貢丸的那個問題 裡面發現有很多的 這個抗生素 不應該有的 綠莓素 它都賣出來 對啊 那些肉從哪裡來呢 通常來講 我們後來真正去 跟它研究的結果 它說這個應該大概都是 要不然的話 它不需要 不需要放這麼多抗生素 天啊 而且那些抗生素 照理來講的話 如果說你是一般的豬肉 賣出來的時候 都應該 那抗生素都應該檢查 會低到某一個程度 你才可以在市場上賣 但是它也是看得到 對啊 那為什麼到貢丸裡面來 這些抗生素的量會這麼高呢 這些肉一定是 已經避過那些檢查的 什麼樣的這個豬呢 要用這麼多抗生素 然後可以避過檢查 那一定就是已經死掉的這個豬 是 而且民眾它一般有個想法 它甚至有個人問過我說 病毒豬肉不能吃 不然你有吃活豬嗎 對不對 活豬不能吃啊 活豬肉有懸貓蟲 吃了就死啊 活豬我不敢吃 可是病毒豬不能吃的原因是怎麼樣 大家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豬是有價商品 它要生病 它要死之前 你說豬農著不著急 它要不要給它急救 它要不要打藥 那我們普通用藥 會希望說我有個停藥期 讓豬肝臟幫我代謝對不對 問題是豬 你給它打藥 結果沒救起來 它死掉了 那你根本沒有代謝的時間 很簡單 很簡單一個問題 你會想說那塊肉 你自己去買原料 都比它做成加工品還貴的話 你就知道它加工品怎麼做出來的 對不對 還是一分錢一分貨 對 第二個問題是 其實我們可以想一些方法 來降低整體的風險 我求你來講 像可以抑制自來物產生的東西 包含說常見的什麼青椒 蔬菜這些東西 洋蔥 洋蔥這些東西 大蒜 你真的大蒜 吃完嘴巴有味道 你受不了 可以 你還可以有什麼 一個綠茶 綠茶也被報告在我們的 不只抗氧化 它對於自來物的合成的部分 它也有抑制的效果 所以我們可以嘗試的 用一些比較天然的方式 來降低整體的自來風險 對 我很快補充 江醫師這個部分 有很多時候 我吃了這個香腸辣肉 火腿 這些之後 我是不是配一些蔬果 能夠降低它的問題 我是贊成大家 去比如說配一些水果 配一些有色的這些青菜 但是綠色的青菜 我不是很贊成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很多綠色的青菜很綠 裡面它本身就有很多的 硝酸鹽存在 那一個硝酸鹽進到我們腸胃道 在我們的胃酸 還原酸的情況之下 它可以高到有接近百分之二十 被變成 那你這個火腿蠟肉 這些加工肉品裡面 本身就已經有相當量的 亞硝酸了 這個時候反而會增加 你自己的風險 所以你是吃 比如說是水果類的 或者是有顏色的 不是綠色的 那蔬菜水果 我是贊成的 好 OK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要請 吳教授來教我們 怎麼樣選 怎麼樣去 如果非吃不可的話 怎麼樣挑這些加工肉品 婆婆媽媽要看仔細了 我們也有請吳教授 好 我們現場準備了幾 幾種的加工肉品 包括了香腸 火腿 培根 跟小熱狗 教授 我們要怎麼樣去做實驗呢 怎麼做 我直覺上覺得 這麼紅的 這麼鮮豔的這個東西 它的保色劑 甚至說不定 這個色素加進去都有可能 因為它這個真的滿紅的 相當的紅 因為現在已經這麼少 很少看到這麼紅 所以最好的這個方式 就是我們拿來了之後 撿一些進去 因為亞硝酸鹽 容易溶解在水裡面 然後你就把它倒一點水進去了 然後甚至可以給它 攪一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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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如果有亞硝酸鹽 現在它應該是要溶解在 我們的這個水裡面 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可以拿一個 這個亞硝酸鹽測試的這個柿子 是吧 這個在哪邊買得到 這個一般來講 也說是在化工店 化工店就可以買得到 對不對 它現在這個柿子的這個顏色 基本上上面是沒有什麼顏色的 顏色的 好 我們就把它放進去 放進去 它可以馬上就知道嗎 大概過了20秒之後 那要看它的濃度 它如果濃度很高的時候 它很快就會有反應 因為我們之前沒有試驗過 所以我們是直接在節目當中來看 因為我們也不知道 到底是哪裡買的加工肉品 它亞硝酸鹽比較高 這樣子是有呈現嗎 看起來目前來講 給它過了20秒之後 所以我們再等一下好了 我們再來測這個好了 這個也是一樣 因為一般香腸就是拌了之後 就乾燥 就是這個顏色 我們在做臘肉的時候 我們一定還會經過燻的程序 因為以前我念食品的 我們有一堂實習課 每年其實實習課在幹嘛 就在做香腸的臘肉 我們在過年前做臘肉 就是要再燻過 再燻過 所以我們再加一道毒就是說 燻過的 把那個你們剛才講的 比如說芳香環類的 或者本筆類的東西 把它弄出來 把它摳停在上面 所以它顏色又會深一點 然後有一些 我們認為說是煙燻的香味 像炭烤的味道這樣 是 好 所以香腸外面不是就會有這個腸衣嗎 我們剛才大致講過 這個腸衣到底是什麼做的 它成分是什麼 有些是真腸衣 有些是假腸衣 真的腸衣就是動物的腸子去做 對 豬腸 羊腸 豬腸 羊腸去做 對 現在有的會是塑膠腸衣 有的會是膠原蛋白做的腸衣 膠原蛋白 聽起來比塑膠的好多了 有的會是用我們那個叫 那可以吃嗎 就是藥丸的外殼 就是膠囊的殼 膠囊的外殼 那個塑膠腸衣是比較危險的 你說那個具纖維素的 跟聚膠原蛋白那個 還比較OK一點 OK 好 來 我們就來看一看 到底這個肉眼看的兩種香腸 它哪一個的雅硝酸鹽 比較多嗎 很多人也喜歡 比如說香腸 臘肉 或者是在宴會裡面 他還喝酒配紅酒是不是 很多人都不知道說 很多紅酒裡面 它都會加防腐氣 因為紅酒它發酵到 某一個程度的時候 它要把發酵中止 如果是有脊二硝酸的時候 再加上我們所謂的 這個香腸臘肉 培根火腿裡面的 雅硝酸的時候 這時候產生出來的東西呢 我們叫做甲肌 二硝肌